我所謂提醒的是說 他用的沒有一個主辦單位 他就一群熱心同軍的體態 那他同務委員會是哪裡 他的同務委員會是團長進的內容 就一群很熱心的在同軍的 不辦同軍 放開也會找幾個人 也因為一定要同務委員會 就要找幾個人來看一集 那這個本身就是他的同務委員注意後 那在我們來講 實際上我們的主辦單位 是當初事務就是說 希望由國際火光會來負責 因為火光會是負責這個 所謂的信眾的這些教育 那火光山是負責這個法務主眾的部分 可是實際上 火光會跟火光山是一個 所以在我們主辦單位 就變成對三個 第一個火光山 第二個火光會 第三個就是我們道場 實際上 我們的主辦單位 名義上 在我們法令上面 我們是國際火光 我們全部各場都有光會 可是 我們的一個屬性 我們還是火光山裡面的一個體系 可是實際上 跟大家講最大的是道場 如果讓你們把所有活動的排序 誰第一 一定是道場第一 對不對 火光會第二 火光山第三 火光會是火光山 為什麼呢 因為你道場是跟你天最近 但沒有國師的時候一定是到道場 你會找火光會 你會找火光山 所以 可是我們反什麼樣子 就是我們有三個主辦單位 我們就是跟我們三個主辦單位 我們可以做一個平行的這部分 大家了解一下這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桃果園 我想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我們有很多桃 桃果園慢慢的已經 所以我們今天也建立很完整的一個桃果園 那有些團 桃果園沒有那麼強 那事實上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有一個桃果園很堅強 那這個桃果園可以給我們團 有很多的助力 就幫助我們這個團 那我們會去一開 譬如說 桃果園會 它是代表越是誰啊 所以我們會有更多的支持的一個力量和助養 那 服務員就比較為我們辛苦 但有很多的 桃果園會 桃果園都很餓 所以這些桃果園可能常常都覺得說 我怎麼去幫助這個團 它不是在怎麼幫助這個團 那很多團的 服務員也違反是因為你覺得 這些團果園都很忙 那我們不好意思去打擾他 也不好意思去讚他 可是事實上 這個兩邊都是錯誤 如果所有服務員 比較多去給你的桃果園資訊 那桃果園就會多一點來關係 比如講 你每次團是要辦比較大一點活動 包括你說 你今天有三個小狼要受險 五個小狼要受險 你要渡團 都無所謂 你可以通知主任服務員 或者說 一個主任服務員打個招 我們這次邀請兩個桃果園來頒花 你要讓他多餐體團務 讓他瞭解團務 那他就會慢慢地跟主的練習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 沒有 尤其最怕的一件事情 當需要錢才去找團務委員 團務委員會說 我們錢多少錢 團務委員會不會覺得 我好像是開銀行的 你們只要提錢的時候 才到我這提款機來 你們不提錢的時候都沒有到 所以如果你平時都很適難 你平時都去找他 或請他在發明 甚至於很多活動 大大小小的活動 你都請他主持 那他就會更加的關心 你的團務 如果他參加了很多 那他慢慢就會覺得 有興趣 對那樣子 對 可是他如果很少參與 他就沒有這個 一個興趣的 這個服務員 第三個服務員 服務員 事實上 我們現在 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有我們同軍團 包括國防會 很多都是會長幹部 主導幹部的 國防會 強的國防會 一定是人和 所以有些人 服務裡面的小團體 一定都很多我們 我們各的團體是一樣的 這個問題 服務員 大家互相自衷 就我剛剛前面 大家分享的 就是說大家互相的合作 然後把每一個人的專長 讓他能夠充分的發揮 那每個人也會去包容 每一個人的缺點 盡量去改變他 對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情形下來 服務員就會很和樂 服務員和樂 這個團體一定會進步 我們都期望 1加1 這大於2 不要1加1 1加1 1 1 做一個開玩笑 沒 那個 很多人都跟我說 你們到時候 1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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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為止 那有些人是因為各性的關係 所以你們都知道我很辛苦 所以你們都知道我很辛苦 我會再慢慢改變 我會再慢慢改變那個環境 如果有對各位比較不周的地方 還是團團就會多多包含 包含我們總部 第三個部分就是家長 事實上在拯救我們的活動能力 如果我們的家長很投入 家長很了解我們的活動的話 基本上家長都會很支持這個環境 因為孩子本身喜歡沒有做 可是很多的時間他控制在家裡 這樣結束 他的小孩很重要 要去鼓勢 小孩要去做什麼 甚至於 小朋友可能這個禮拜 比較晚 他禮拜天就睡了一跳 他就體面起來 他過了團體會時間 家長會今天跟他講 今天有團體會 你要注意 所以家長 我們一定都是家長 保持很良好的一個溝通 也讓家長知道我們的活動 現在有很多團 都慢慢的都有群組 帶來群組 那我都一直建議各位團 服務員 當你用使用 跟家長神帶來的群組的時候 你應該是有一個群組 一個群組 純粹你服務員之間的群組 一個群組是跟家長的群組 因為服務員跟服務員 直接在討論 甚至有時候會有一點小真實的時候 你那個信息 不是我們不要讓家長知道 而是我們 他會誤解你們之間 發生的一些事情 或是你們在討論 因為當一個事情 排在最後決定的時候 大家在討論過程的之中 就會產生很多的誤解出來 所以你這個問題 可是你跟家長們在情緒 如果我們把我們很多的活動 都能夠在上面 能夠讓家長了解 甚至於我們可以從家長裡面 偶爾請家長寫一些東西 那裡 婚講 家長在寫婚講的時候 他就會一起講到 欸 小孩子又怎麼改變 小孩子怎麼變 甚至從另外一個家長 他的婚講裡面 他可能就會看到說 欸 那是這樣子 我們每一個婚姻都非常的辛苦 非常花了很多的時間 可是這一個辛苦誰知道 對不對 我挑戰一下就跟我們開玩笑 就當哪一天你在放送禮的時候 有一個小孩子來送你水果吃 他感覺到說當年這個老郎 這個婚姻對我很好 那當然那個我們也不求他現在送你水果吃 只是我們希望把這個活動 能夠擴大更多 因為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 不願意投資在什麼教育上 因為教育真的是百年數 你很難去看不到這小孩的改變 不是一天 可是你決定做了一個什麼功德 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變你的很快就發現了 所以在這裡你一定會讓家長 能夠了解你做是什麼 那家長也會跟你 所以我講說他孩子在家裡 甚至如果有些孩子在品性上面 比較尖端 或是品性上 品格上面有比較低落的地方 那家長請求你來協助 那你能夠把他做好 就達到你的目標 因此在這個部分中 你跟家長的一個 協調的過程 再來就是學校 事實上我們在整個裡面 就是說我們比較疏忽的 就是說學校這一款 因為如果你跟他的老師 跟他的學校 你能夠知道這學生的方法怎麼樣 甚至建立幾點關係 或是你有什麼大型的活動 那要請他老師來看看 對於小孩子參加我們的活動 有些老師就會很努力他 我們現在有些孩子 在非正式課程的時候 像蜀籍舞蹈 甚至有些 學校的一些活動 那老師就會去跟他講說 你不能請假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 有些蜀籍舞蹈 他事實上不是政客 他有票在上課 他隔職了 可是他直接說 你不應該請假 可是他不知道這個假 他在這個活動 之間有多少人的距離 第六個就是說社區 我們跟民進的一些社區 事實上我們可以建立很好的一個關係 我們可以尊重各社區 是包容他們 在這個社區上面 有一些活動或是說障礙 我們去改變他們 對於我們團的一個形象 對於小朋友本身的一個教育 甚至對於我們道場 都有很大的幫助 尊敬目的 人家看到的時候 我們解釋社區的人 會解釋 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的道場 他們辦的一個民進堂 把小孩教得非常好 對 那他們也會覺得 他們除來是在 做教化的出動之外 他們也做很多教育 並不會他們只是在扮演 寶貴或是怎麼樣 那這個東西 讓我們小朋友也能感受到 最後就是我們的孩子 大家都在訪問 我們的孩子 每一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 有些孩子結頂重逢 有些孩子比較遲鈍 有些孩子體力非常的旺盛 有些孩子他的身體狀況 所以我們每個活動都能夠了解 我們孩子的一個現象 為什麼 同軍團 七萬 每一個小隊 都有一個小隊 那是因為 每一個大人 他在他有限的時間裡面 他只能去了解 就是說 七八個孩子 這個就是在整個同軍 當初創立的時候 被通保證 比如說 我的能力 我可以照顧到六個孩子 到八個孩子 六個孩子 因為剛開始他們 一個小隊就對了 那你們的能力都沒有錢 所以你們可以照顧八個孩子 如果我們把八個孩子的照顧非常好 會很了解他們 你就會尊重每一個孩子 他有什麼優點 你會去讓他發現 那你也會去包容 每個孩子的一個缺點 那孩子是要鼓勵你的 我想上次我們在金光民視 辦公司的年紀的時候 大老上去做一個報告 就大家非常的 包容他 也給他很大的一個鼓勵 所以掌聲鼓勵 他下來以後 他自己非常有信心 這個孩子 我們很多人都認識 他享受很苦賴 可是就是突然間 不知道怎麼樣 他得了那個特律師症 對 那特律師症之後 他有一段時間 也是非常交集 因為在學校裡面被排擠 那排擠的時候 當然他媽媽就覺得說 對孩子有虧欠 所以媽媽就給他很多飲料錢 給他靈養錢的時候 那一些不良的孩子 就覺得他身上有錢 就叫他老大 那當他把他當老大 那就一起出去 那他是什麼老大 是錢老大 尊重他們很大的 因為他們搭起來 要用他的錢 所以出去 目前中 他就變得很高興 有一些人很願意尊重我 他們都包容我 尊重我 沒有看到的人 可是他們是要付到錢 可是孩子跟這些人在一起 發生在最大的一個目點 這一群人的口 口頭腸 就散自行 因為大家都很了解 尤其在南部 不是說 我沒說南部地區 選擇不好喔 也不要用一顆文字那樣 或是說 因為比較本土的地方 他們講話都比較本土化 本土化所說 對不對 你看看 如果他們有些人在做這個 行業的 他的三四千 不代表他罵你 他是跟你很親密 他才會跟你講三四千 他不親的人他還會講三四千 他運動作就這樣 那這些人 常常就會有這個三四千 那個狀況出現 那孩子 因為他得病 他得病之後 他的假意識裡面 就很容易去吸收症 所以大家可能 如果有人有注意的話 曾經有一段時間 他在我活動 活動到法庭 台灣 接著三四千就出來 那有些法師 或者是有些人 不了解他 然後就 欸這個還是怎麼這樣子 一直啊 而且沒有三四千 所以那一次 我就跟他爸爸講 講話以後 就一直電給他 聽到最後 現在 但他覺得年齡長大 那你病情不要有 沒有 所以他的病 就變成這個情形 不能過勞 可是也不能太行 他一行就有一個 因為你給他一個 他喜歡做的事情 他就換掉二人 就可以打了 可是他又太疲倦 太累的時候也會 所以如果我們給他一個包子 給他一個方向 那他做的 他最近 他最近 開來的摩托車店 就是說 正義還不錯 對他就很高興 那我 我跟他就說 欸如果有時間 再去給你一個計時機 也很強 所以即使你要開摩托車店以後 你會好一點 那我也還是關心 也還是怕你 那孩子就會 蠻有興趣的 他前幾天就打電話 他說我神明 你要不要請我示範 我說好啊你來啊 本來我明天還有我拜天 就禮拜六 早上他又打電話 他說明天 有事情 有人今天來 好不好 我說好啊你來 所以我那天 等下午有事情 我把所有事情來看 我跟我太太兩個人 我同學 開身到火車站去接他 然後去吃飯 吃飯會有帶他 到台北管理家 再送他去火車站 結果大家想一想 他是不是需要吃這餐 不見了 他從台中 高度 雖然他也半不要 可是他也要花七八百塊 對不對 那他又不好意思 他其實還有點禮貌 他還買來一顆鳳梨書 來送我 對不對 所以大家把它算一算 他的待會兒車表 加到他的鳳梨書 也將近一千塊錢 一千塊錢 他一個人在台中 他也吃的蠻不錯的 對不對 所以我那天 直接說 所以我 我那天更好的 我講一個台大小 我會問那個 那個吃飯 結果我去停車 就來 我看到他也講說 那你點三個人 點這麼多菜 知道嗎 他說沒關係啊 他高興啊 我就問你 可是你想他高中 哇 吃飯 那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孩子 我想在客團 慢慢都會有 這個孩子會膚淺 這個孩子 因為他有點缺陷 你去喜歡他 你去尊重他 你包容他的措施 這孩子 你會被當成一個朋友 那很多事情 你去欠他 去跟他說 他會給你 所以你推進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很多事情 他爸爸講 我去講 比他爸爸講還沒有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孩子 我們如何 去尊重我們孩子 的一些專長 可是我們要包容他的一些 可是在這個部分 跟大家有分享一下說 我們不是完全的 去包容他的這些缺點 而是想辦法的去 幫他的忙 把這個缺點 改掉 甚至變成第五點 所以這個包容 我們包容他 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想辦法 所以在這個裡面 就是我們大家 要去做這個部位 所以在這邊 就要跟大家 就是說 提到就是說 我們跟很多的單位 我們如何去互動 如何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尊重這些 我們的主辦單位 那我們的主辦單位 就慢慢會更加 跟我們有合作的關係 很多人都會搶帶個問題 童軍也不是我的 是常駐的 我幫你帶孩子 是不是 有很多人都有這個觀念 好 當這些孩子有成就 當這些孩子的功德 回到你的身上 你說 誒 真孩子很努力 我的功德 因為我付出 所以我得到這些功德 對不對 我對孩子好 所以孩子幫你的很多人 也會 侯不上 回配給我 很好 那為什麼當初你做孩子 是國光山的 功德是你的 不對吧 你對孩子很好 以後 孩子有成就還是怎麼樣 那功德是國光山的 不是你的 可是我們現在不見面 這一個部分 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 我們很多的活動 像說道場 我們跟道場 那我們去念孩子幫忙 道場 他的很多工作 這個部分 不是我們幫道場 還是道場給我們一個機會 給我們一個場地 讓我們能夠 有這個機會 去做這個 無論的事情 那除了說 我們做真功德之外 讓我們孩子 有一個學習的場所 今天 為什麼國光山的女童 可以很快的成長 可以很快 因為我們有後命 有一個很大的 我們的支柱 我們山上有很多的當務 我們可以繼續做 大家都幫忙完 去觀賣獨居長者 可是觀賣獨居長者 雖然是我們大陸發了很多的力量 可是當初一個連起 也是因為慈悲基金會 給了我們一些 那可能大家可能感覺到說 一包賣片 兩包賣片裡面多少錢 可是背景起來 也是一筆小的錢 我們一領花了兩三千包 可是因為這個一點 讓我們的孩子 可以跟獨居長者 甚至是跟長者 做一個觀賣的活動 我是想說 各位 不知道有沒有從這個中間 在觀賣的時候 你感覺到孩子的喜業 感覺到被我們觀賣 來認同一下的一個喜業 我不知道大家去的時候 有沒有感想到 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有時候 辦完活動 我們回來靜靜地想一下 說 我們這個活動完了之後 到底是給孩子什麼 給大人什麼 事實上在整個獨居長者的身上 我們是看到了很多 最起碼的 我們讓這些孩子 尊重長者 各位都會有 到哪一天 我們希望孩子來尊重你們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們一個主辦單位 有做了一個互動 我們要尊重主辦單位 我們要去包了很多的 讓他們 也能夠包了很多孩子 很多的東西 這同步委員會 剛剛已經大家知道了 就是說同步委員會 就是說 有些保護委員會 完全沒有硬做 有些同步委員會有硬做 所以這個同步委員會的硬做 大家一定要把它深化 讓它變成一個固有器 那這樣對你的團 才會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個固有器 那慢慢的 那我現在也看到非常的高興 就是說 我們目前 以往 常駐也比較不了解 我們的運作 跟我們的需求 所以有很多 也沒有很強的 團委員會有很 慢慢慢慢 現在大家都會看到 有很多常駐 會去找很多熱心的人 出來 但是這同步委員會 那這同步委員會 慢慢的漸行之後 事實上對很多團 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目前有很多地方的 同步委員會 也都是慢慢的已經 可是這個部分 也不是只是人而已 我們希望大家 能夠把它變成定型性的 讓同步委員會 能夠跟大家做 那有很多團 他們實在說 利用定型的 像說可以有一次 像說每三個列國拜 他有一次跟服務員 一起醉的 聯繫 服務員聯繫完 你給同步委員 你給同步委員 那些資料裂多 他們裂會 事實是很好的 也會了解這個 他也覺得 你要尊重他 我們有幾個同步委員 這是主任委員 他是非常用心的 我們有個主任委員 都用毛筆 批那個 他們的虔誠 那 他是很用心的 他每一個 只要團部給他 那個報告 他會很容易注意去看 看完了他還會用毛筆紙 在上面洗 所以你就知道 他對這個是有興趣的信心 當然他也 有時候比較忙 可是你要給他多一個機會 讓他更多出來 那他就會更多的參與 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服務員 剛剛已經跟各位 做了一個報告 就是說 有尊重職務上面 說包括他們 那部 家長的部分 剛才我大概提到 就是說 多跟家長 比如說 家長參與活動 讓家長對團的認知 能夠有更深的一個認知 然後家長對學習的態度 就是說 讓假朋友 他們也能夠 最後我們就是 希望家長多多的配合 在我們接著家長 要推動自民同軍的這個環案 那自民同軍的這個環案之後 就是說 我們會有更多的家長 會投入 最近 國防會在推動一個 國光小學堂 那天好像有些人 有沒有 那天有去參加那個聯繫 你記住 有沒有那天在台北 有看到哪些人去 國光小學堂 現在國光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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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動 他那天台北 立刻講 就是說 我跟李耀神講 李耀神說 不收那個包尿布的孩子 我說同學堂 不收包尿布的孩子 還在包尿布的孩子 我說 我們屋也不會換尿布 所以我們不收那個包尿布的孩子 但因為 事實上我們的課程 到了一個程度 我們還有一個能力 可以照顧更強的孩子 那國光會 他最近為什麼辦那一個 國光小學堂 第一個是 因為現在歸一孫的 那個 很多的這些會議 變來變多 我們第一名就在歸一孫 可是他比較厲害 他歸一孫還是可以出來服務 可是很多人在到場 他們現在因為歸一孫 他們就沒辦法出來服務 所以他們就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就開始有一兩個 知識的幹部 他們就把他們的孫子 帶到道場來 他們覺得很好嗎 他們剛好兩個孫子 分在一起 兩個幹部帶兩個孫子 他們就想說 我們可以定期 大家把孫子帶來 再來悲情活動 所以浪漫的話 就有一次 最近他們要講大概一次 但是他們就來 那這些小朋友來來以後 他們就讓他們唱唱歌 心裡有多 可是他們做了一件事情 大家覺得 不可思議的 就是說 事實上 就剛剛有提到一個功能性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功能性 可是事實上 他一樣成一個奇怪 又沒有實際的功能 譬如說 活動完了以後 每個小朋友都發一塊媽媽 擦桌子 擦地上 擦椅子 他們連椅子的腳都擦 那你想想看 一歲多的小孩子 會把他們做做擦乾淨嗎 會把地上擦乾淨嗎 會把他飲食擦乾淨 會把他飲食擦乾淨 事實上是不會擦乾淨 可是你給他這個母母 讓他做這個動作 會產生了一個什麼效果 是小孩子感生了一個良好習慣 當你以後活動結束的時候 你自己要把這個場地 要鋪園 要去擦乾淨 所以我在講究這個部分 大家就可以特別的講到說 如果一個活動 我們如何讓孩子 養成良好的習慣 永續的建立下去 所以這個就在 我幫小學他們裡面 提到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有些活動 有些團的服務員 不管你夠不夠 我就覺得說 我們隨時 都要準備加入精彩 服務員 來臨 來臨 最可靠的部位 是家長 為什麼 家長因為他有孩子在這裡 所以 他會來的機率是最大的 尤其餘小的孩子 四齡的孩子 家長 他幾乎更大 因為他不能來 把小孩子丟著他去做 或是來 他一定要重來 給你結 因為孩子很小 孩子更大 就越肯定 所以家長 他們不能夠配合 我們有些活動 變成家長幫忙 甚至要 瞭解 各個家長的專長 把這個專長 拿來當我們 的 訓練的 一個師資 我們要發生了什麼訓練 這個專長 我們變成家長 慢慢的他就能夠 來變成我們的服務員 所以我們的人力會更多 我 就是剛剛 跟各位提到的 就是所關學校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 除了這個小朋友之外 有時候就是老師 你就會了解到 誒 這些小朋友有什麼專長 昨天 在台北好多學生都在校圈 誒 我同學就很同學 一個同學 誒 我們國大女兒的一個小女生 昨天是他們運動會的私藝 因為我一看 他講的還不錯 事實上我都不知道他 我知道他在學校表現得不錯 可是我不知道他可能在他們 俏欠運動會上面 跟一個小男生兩個在當私藝 那我聽一聽我就跟他講說 架式那個活包廟報告的時候 我派一個紅筆記報告 對不對 但他們知道我們一個紅筆記 舊品報告 不要派到羅武 我們最近都派羅武 我年輕服務也是 我們還可以再降低 所以下次各團可以看一看 下次南區聯繫 我們可以派一個行李或土居 去報告 我們找一點朋友 讓他覺得說 我們是很 讓我們的小孩子 有這個機會 所以每一個人就去發覺說 誒 你的孩子有什麼專長 請幫他把這個專長 能夠更加的發揮出來 這部分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讓我們更多孩子的專長 能夠在團裡面表現出來 可是小孩子他們獲得一個加碼 我們也要去包圍他 你不能說 今天我們睡著這個 這小孩體力不好 你就一定要逼著他要走 你要包圍他 要鼓勵他 然後讓他能夠跟上大家 這個部分 社區也是一樣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也很快的提到 就是我們社群團跟附近的社群建立社群團 像說我們這次做賭局長子幫忙 有非常多的團就提到一個問題 沒有資料 他說我去那個郭政事務所要 他不給我去拍所有 各位想一想 以前資料就不太有力 現在一個各施法的關係 它更不會有 可是有跟大家講 實際上有很多反擊事案 結果都很不錯的 找里長 里長裡面有個手冊 有個資料 我這個區 我這個里裡面 有多少的這個弱勢族群 有多少的老人 因為他要花老人年金 他要去花點衛募金 所以他也有這個資料 那現在的里長競爭又越來越厲害 現在很多台灣去捲警的時候 里長捲票在100票裡面 傑森問人很多 尤其更是一個在百十票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就很快的能夠去 那我想說孩子的部分 大家可以更多的有去發展 那我想說說 接著跟大家談一下 人口增長的部分 我們各團人口增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活動要定時 第二個就是活動要有力量 第三個就是活動要一起學 孩子學習的他們動力 第四個就是你要包括他們 我想在這裡有一張表 大家可能不容易看到 最近我有把去年所有各團 他的去年的一個各列的統計條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有些團 他的人數 蠻高的 可是有些團 他的人數 真的是也有帶來的力 那後面這一張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比例 就是我們的各團的六童軍 跟我們士林童軍 兩個的一個比賽 我們的六童軍 也有很多團 他的人數都已經相當的可觀 可是我們士林童軍 那我們士林童軍的人口 現在在我們全部所有六童軍裡面 我們只站不到盤 所以我們接了下來 就是說我們希望 在明年我們會把士林童軍的這個教材 天天教案會再加強 所以我們今年年代 現在還可以辦一起 四年 也基本去年 接著在 那我們最近也 也找了很多的人 也找了很多的地方 12月3號 因為和武田區 他們有一個 部長 接著他們有個救急往會 那他要求我們 那因為我們 那裡有很多人在水路 所以我不去 那我也跟香港的 他們的九龍跟 港島地區的小童軍 他們叫小童軍 這總監 有一個會命 那你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裡面 可以再得到這個資料 前天 我到台北有個會議 我們六四年 他們變了一套 小童軍 士林童軍的一個教材 他們賣到大陸去 所以把這個士林童軍的課程 他們只是加了另外一個名字 不叫自領童軍 都說什麼野外 看野外什麼小 什麼名稱 可是整個課程 就發現是自領童軍的課程 他們說已經有150個城市 六四年跟他們間別 我問他 他們開花了三年 說花了三千年 開花了整個自領童軍 市集的教材 可是我看到他的教材 他的教材當然是比較便宜 對於家庭的需求 所以他到業量 都已經有了批材勝貨 那我就那麼小小 就是批材勝貨 那他 他沒有想到說 我往後面連升了這一套 所以他在 那我在這裡就是說 把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整個自領童軍 在國文所占的比例 那一直可以修 希望各團 能夠在自領童軍這個部 還可以再發揮一點 他的功能出來 那我想 很快的 我們用一個 大家來看一下 就明年的那個 建國大陸已經開始報名了 希望各團 能夠把這個時間 準備出來 那童軍的部門 又童軍的部門 還有我們今年負責整個 又童軍不是樹林 所以就在成功利林區 那我們 今年一個農軍林區 是由我們 我幫我們連忙負責 那當初我們是 他是找家裡 家裡可以幫我借 那我們講說 我們講的是 很多的專家 如果大家不 大家不喜歡的 我都盤子 我們自己來 負責主辦吧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會要 希望很多的服務員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 把你們家 多贏的服務員 除了代團的服務員之外 能夠把他們 也來參與 大會的服務員工作 這是部門 又童軍 我們這次服務員 我們會申請 前期 還有就是兩個階段 或是只參加服務員 模組的部門 那大概這個是 模組的時間 我會把這個資料 再給大家 那現在工作人員 就工作人員招聘 我們也很快會可待 我們可以放到訪站上面 大家有空的話 再上去看 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我們最近在 編店 就是說 所有我們修律 課程 在我們的課期 就從士林同居 一直到 羅湖的這個部分 那最近我們會發一張 訪下去 也希望各團自己 我們本來是 希望在研訪會的時候 能夠大家聯繫 那也希望各團能夠 把你自己所想像的到 你在第一線活動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的到 就是說 哪些課程 可以給我們孩子可以學習 也可以合 因為基本的課程之外 像說 我們去領活 我發現我們有很多孩子 也做得很好 可是我們有很多孩子 也不會做 所以如何的 讓我們 背著一個課程 那就是每個小孩 也都會學習到了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大家 能夠再來即時廣立 把這個課程 就背著我們 在各級裡面 可以增加一個 就是我們各級的修實 在我們整個 人間活教的修實 課程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 因為實驗的關係 我想也跟大家 都講到這個地方 那有些部分的課程 大家可以再提出來 那今天我們動力 還要開始 也希望大家 各大 可以趕快鼓勵大家報名 那我們 再早時間 也會跟一些資深的伙伴人 大家再一討 也討一下 我們接下來其實 有很多活動的課程 那我想我們 直接的關係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你們 掌聲 我也帶PAWAN 在外區 beats 10 3 4 8 幫 governors 重慮 iliyor 讓我們 西 墨 不 在 吉 靜